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战方的话是纳兰轩的一个魔方阵 对战方暴躁火,这个立地缝的话实力很强 观战方给对面丢一手放下 对战方先来一手二连的一个小破决 观战方的一个龙龟的话也是没有轻调 对战方这个暴躁火的一个地底火的话还是非常强 对战方后排宝宝起法王 观战方垫出去6800 观战方应该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法伤 对面的一个宝宝应该是高鬼魂 对战方 对战方宝宝被电的全黑了 观战方的一个魔方阵情宝宝太强了 对战方再戳 感觉立地缝的话还是缺少爆发 对战方人物破分身 没有没有单位儿破分身了吗 阻战方积属就越击击 直接选择出顺法 这个顺法的一个宝宝伤害的话 好低呀 应该是没有шийesin 这只顺法的话再被控制住 对来方一时半会组织不起有效的一个反击 怪打方继续电 怪打方继续分身藏进去 对来方继续出宝宝 对来方的一个宝宝消耗的非常快啊 根本就站不住 对来方触发一手青蛇 这手小青蛇打过来3000血 这个输出的话跟这个 跟这个五雷咒的话根本没法比啊 差很多 断炸方出了一手地厅 想要靠这个地厅完成翻盘 地厅一眼就要开扫 这个输出的话有点低啊兄弟 没有须眠 好 怪打方传手五雷咒电倒对来方的一个宝宝 可以看到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基本没有什么损失 对待方再拉一手机听 看一看能不能摸掉这只法防宠还是差一点 观战方继续戳 观战方接一手白鬼试魂 这只法防宠又绿了 看能不能摸掉 常常来到第20回合 双方打的也是十分的焦灼 对来方继续摆鬼 这个利地斧的话 他是非常适合打这种拉锯战 对来方补掉这只法防闯 对来方也是逐渐的把优势给拉了回来 但是双方的一个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而且对来方的话 现在应该也是缺少这个破分身的一个宝宝 好 好 对 对 灌炸方请三点 再派回对战方的一个孩子 差一点点 哎呦 灌炸方的一个宝宝 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 都是有法防 都是有高鬼魂 这样的话对战方根本清不掉 对战方拉出最后一只 哎呦 对战方感觉要把场上的一个局势 给拉回来了 这个立地斧的话还是非常强啊 对战方啊 对战方的一只